今天我们走进伊安理工学院 看看他们的学生对梦想有什么想法 我最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有热情的一个领域 因为传媒有很多的领域 然后希望在那个领域可以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梦想的定义 它给人生 它给人生方向 它给人生目标 它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多姿多彩 然后它可以让你 因为当你人生有了一个追求的时候 你就会为之而努力 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我觉得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和完善自己 然后这样会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每个人要首先知道这个梦想 心得通吗 我们可以dream 我们可以梦 可是这个梦也是有点实际 对吗 做得到吗 因为如果你得不到的梦 你一直梦着你会开始有一种失望气馁 所以怎么样呢 就是要好好的思考和想想 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它定义什么 它怎么样是可行度吗 在吗 对 这就是 然后知道这个可行度过后 你就知道什么步骤 能达到这个梦想 就努力着 梦想像我说的最大的重要性 就是给你自己的动力 你学习的时候动力 度过压力的动力 一大堆的东西 人生上中的很多东西 你都需要一种动力 所以梦想在这种方面是起到动力的作用